为了减轻青年买房负担 正愿拍板通过 轻安贷款经济方案 四大利多包含提高贷款额度到1000万 贷款年限延长到40年 宽限期延长到5年 另外115年7月31号前的贷款利率 政府从现有的半码补贴 提升到1.5码 等于补贴后的一段市利率 来到1.775% 创下市场最低价 青年买房常被房贷 贷款年限延长到40年 宽限期也延长到5年 另外贷款利率补贴 原先公股银行减免半码 现在115年7月前 政府再补贴到1.5码 利率下沙到1.775% 创市场最低价 预估5.8万户受惠 利息加密 额外由内政部的住宅基金提供资金 补贴利息一码 那期限是三年 由预计是在8月1号开始 今年8月1号开始 到115年的7月31号 瞄准手购房贷足势力多 青年真的有感吗 租屋跟购物的价额是差不多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以我来说 我会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 本来就没有钱买房的人 他就算贷款年限或者是利率降低 这些对于我而言都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最想要的是直接看到房价往下跌 然后我才有心理准备说 我总价要付到多少 还有房产业者也提出担忧 对他们来讲当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你让人家首购第一次买房子 就买一个总价破千万的房子 这个是不是好像哪里怪怪的 是政府也有补贴这个房贷的利率 那是不是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拿全民的纳税钱 来缴部分的人的房贷 秦安房贷足社会减轻购物负担 是否有助健全房市 还有待观察 这只是黄爱才太报道